为打击州内仇恨犯罪 纽约州长霍楚25日提议 大幅扩展可定义为仇恨犯罪的罪名 并宣布向高风险群体拨款 以加强安全和安保措施 霍楚在本月初发表的周情咨文 包括拟毅立法 以扩大可被定义为仇恨犯罪的罪名 根据现行法律 只有66种犯罪行为可被指控为仇恨犯罪 而在最新行政预算中 罪名将增加至97个 包括涂鸦 纵火 帮派袭击 一级强奸 持有武器犯罪 以及性犯卖增 霍楚同时宣布 为保护社区免仇恨计划提供额外资金 并在2024和2025财年 总计拨款6000万元 符合条件的组织 将能够为其设施的实体和网络安全项目 申请高达20万元 至于先前已获得安全拨款的非盈利组织 也可以为新项目申请资金 根据州府数据 州执法人员在2022年 报告了959宗仇恨犯罪 是过去五年中最多 并与2021年相比增长20% 而虽然去年全州范围内的犯罪数据 目前仍在收集 但市警报告说 仇恨犯罪事件从2022年到2023年增长10% 霍楚表示 仇恨浪潮的高涨是令人厌恶以及不可接受的 而近年来的仇恨犯罪不断增加 州府将致力于尽所能保护纽约人安全 市长亚当斯25日公布一项超过4300万元的投资 旨在使纽约市成为全国性别平等的领导者 并成为全国最女性化的城市 纽约市女性前进性别平等行动计划 主要透过市府资金 私人和公共伙伴关系 学术机构和联邦拨款资金的支持 以解决性别差异 计划涵盖多个方面 如在经济流动性上 将建立通往更高工资 需求旺盛职业道路的管道 提高金融知识和获得相关资源的机会 并消除工作和教育障碍 在女性健康方面 计划将消除性、升职和慢性健康的不平等问题 采取行动降低非益和西语益 孕产妇的死亡率 提供更多获得综合医疗的机会 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宣传 最后 在公共安全和住房稳定方面 计划加强 减少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 扩大干预措施 以防止家暴 并为幸存者提供支持 同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一系列服务 让他们留在家园 或尽早离开庇护所并返回社会 亚当斯说 计划为全面解决妇女当今面临的不平等问题 开辟一条明确道路 纽约人现在可以访问 重新推出的一站式网站 woman.nyc 以了解更多的资讯 并获得支持妇女和家庭的市府服务 MTA两列一号地铁列车 本月初发生相撞及出轨事故 负责调查的联邦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周四旧事件发布初步报告 事发于1月4日 MTA两列北行方向的一号列车 在曼哈顿上溪区96街车站以北相撞 造成约22名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受到轻伤 初步报告指出 指挥列车的骑手在接受调查时表示 他于96街站附近负责第六节车厢控制的交通系统主管 失去了无线电通讯 主管当时没有收到骑手停车的指令 列车因此绕过要求停车的信号 并在96街车站月台尽头发生了碰撞 报告说 该地区的轨道配备了行程停止装置 如果列车绕过需要停车的信号灯 列车的紧急刹车就会启动 不过 由于列车前五节车厢的刹车系统 在事发前已被切断 紧急刹车无法透过装置启动 并导致相撞事故 委员会在报告中强调 调查仍在进行 现在重点将放在纽约市交通局的 各种操作及机械程序 如移动停止服务车厢时的操作程序 无线电通讯 以及联邦运输管理局 FTA监管财产上 缺乏对车厢事件记录器的联邦要求 纽约市警官员表示 布鲁克林一夜之间发生一系列枪击案 造成五人死亡 警方目前正对每一宗案件进行调查 警方表示 四宗枪击案发生前后不到四个小时 但尚未确认事件是否存在任何关联 首宗事件发生在周三晚上11点左右 地点位于皇冠高地的斯克内塔克迪大道 枪声爆发了报警方 被召唤到场 并发现一名37岁男子 颈部中枪 他在医院被宣布死亡 另有一人被拘留 不到半小时之后 警方接到另一个报警电话 称一名男子在布朗斯威尔的 大西洋大道和洛克威大道遭到枪击 警方在现场发现一名28岁男子 身体多处中枪 送院后不治身亡 随后在周四凌晨1点左右 一对年龄平均为34岁的男女 在公园坡第二街被发现头部中枪 两人在现场被宣布死亡 警方并在男子附近寻获一把枪 最后一宗枪案发生在周四的凌晨3点左右 地点位于克林顿山霍尔街 警方接报后到场发现一名35岁男子 头部中枪 他同样在医院被宣布死亡 警方没有公布任何死者的身份 目前正对每一宗案件进行调查 提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